嗯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那个 叶梅他 认为是我杀了他爹 所以就把我绑起来了 那你们俩怎么会绑在一块儿呢 我找他问话 后来来了一些蒙面人 把我们绑到一起 对 对了 建峰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我们去当报案 说合集团务的老板和伙计都被杀了 但奇怪的是 里边什么东西都没有动 你们俩当时是不是在里边 那么说那几个蒙面人 就冲着你们俩去啊 我没想到会搞出这么大的事 其实我就是 这是谁的 这个 给叶梅吧 这是你们家传的 我要他干什么 你们家传的 建峰 是这样的 少成他急着用钱 这本晚清白的古书 是他以前当了的 现在有人出高价 他就想去当铺给赎回来 中间遇到了那些蒙面人 那些人以为是我父亲留下的 后来发现不适就把他给扔了 我本来也以为是我父亲留下的 所以找他问话 少成 是怎么回事吗 对 是是是是是怎么回事 建峰就是本古书 没别的 杨少成 好了 这本书你拿回去 是我搞错了 对不起啊 那那那我就 行 我拿回去了 你帮我打开 我告诉你 你要是从这本封面 找到了藏钱的线索 你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我知道 要是陈建峰查到了 你爹那些钱全得充公 不是你想的那样 这件事以后再跟你说 你家 是不是真的要再回人亡了 别说那么难听 就是钱的问题 我也以为要把你当成什么好物 告诉我 你别想撕腿 想都别想 你们俩回回续续再说什么呢 那个 妹妹 叶梅向我道歉呢 她觉得她冤枉我了 没事 叶梅啊 那个我能理解 别那个心里面太那个什么了 她过去就去了 少成 没事吧 没事 其首约招摇之山 临于西海之上 多贵多金玉 有草烟 其壮如飞而清华 如飞而清华 什么 什么 西山 西山 海外南山 怎么还跑海外 很难受呀 没事 小感冒 那在家多休息几天吧 干嘛着急来上班 在家待着更难受 来上班还能听点消息 其实 有些事 不知道更好 外面那些传言 你别把它当回事 那都是胡说八道 我就不相信 凭什么那么说人家 那纯粹是胡说 什么传言 什么胡说八道 是有关我爸爸的毛病 不是的 你没听说吗 没有 快告诉我 是说派谁去接管你父亲的部队 你父亲的部下 希望你舅舅郑翰昌去 他是川军第七军队军长 他去了就什么都没变 可是 国防部想另外派人 哦 我倒是希望国防部 能过另外派人 省得我舅舅来了 又多了一个地方捐发 这也不关我的事 好了 我把这份记药送给顾展长 前方老弟 我告诉你 叶怀忠通敌谋反 他是死于汪伟特务的内讧当中 这已经是确准无异的事实了 你看看这个 重庆总部刚传过来的绝密文件 看看吧 这个叶怀忠啊 这么多年 与汪伟特务勾结贩卖鸦片 赚了这么多的钱 他用这些钱买军火 不知买了多少枪支弹药 我们现在 就是要找到 他与汪伟特务勾结的证据 把这批军火绞上来 我明白 可是像叶怀忠这样的地方军阀 是国防部一直不给他们拨足够的军箱 所以他们才会要走私鸦片 他是通敌啊 他是与汪伟特务合作 跟汪伟特务合作 那也不一定就是谋反 他只是为了赚钱而已 行了行了 你别说了 你把这案给交出来 我让别人去办 鉴于你跟叶怀的关系 说心里话 我不想为难你 你这样 你把案子交出来 交给雪儿跟起办 我知道你有能力 但这是另外一回事 交出来吧 我让你去办别的案子 站长 案就是我抓的 而且这案子到现在 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 还是让我来办吧 你放心 这是工作 我也没什么为难的 我会全力以赴征破此案 是 是 方法老弟 其实你这个脑袋瓜子 完全可以放得灵活一点吧 你跟叶梅的这个关系 有助于你去办这件事情 我再跟你说得明白一点 叶怀忠的死 其实是个机会 委员长和国防部 想借此机会收编他的部队 不可能再让这些地方军阀 盘踢一方了 是国家的两下 一切都要以国家的利益为主 找到了叶怀忠 藏地的军火 就等于找到了 和与汪伟特务勾结的证据 我明白 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这就是我的信仰 你怎么了 叶梅 把这个给护转账 又东二十里约 立儿之山 齐上多江 又东十五里约 取诸之山 又东三十五里约 葱龙之山 又东十五里约 和尚 和尚 叶梅 无声说你不舒服了 你很难受 我想回家 想回去歇着 那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你忙你的 我想回家 想回去歇着 叶梅 那我下班去看你啊 小姐 你上哪儿啊 宽下准备点回 我盼山 北面 东 五华里 停下来 少诚 少诚 你干嘛去啊 我出去转转 透透气 妈 您甭管了 吃饭了 我不吃 不饿 这孩子 这孩子怎么了 他急急忙忙的上哪儿去 大少爷呀 一定是忙筹钱的事去了 您就随着去吧 对 少艺呢 少艺这两天又上哪儿去了 几天都没见人影了 二少爷每次回来 都是要钱来了 现在家里钱都让他给败光了 您说他还有脸回来吗 快点 跟上那位先生 我去看她 不行 你也可以 不要 天都没了 我都没了 你 我都没了 你 要是 你 我都没了 你 我都没了 你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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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